大家好 如果你今天很累 就躺在床上睡了很久 但愈躺愈累怎么办呢 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在床上 你继续躺在这里 都可以动一下 动一下你的关节 做一个很少很少的动作 这几个动作 我们先躺在床上 你今天还未伸冷腰 就是伸下 伸手举高 脚伸直 脚尖向那边 手指向这边 深呼吸 拉行 深呼吸 呼出来就放松了手脚 吸的时候再伸直 呼 放松 可以做多几下 膝蓋过来 抱住在你的胸口 可以细小力地左右摇摆 之后 你睡得多 肌肉和关节 虽然休息很好 但休息过量的时候 肌肉和关节都会累些 好了 你停在一边 你两只脚 躺在右边 你双手打开 头看双方向 深呼吸 现在我感觉到 我的 側跟这里 盘骨 还有 例如胸口 或者架底 都会觉得有些拉緊 所以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 似乎你 身体在哪里 按深呼吸 放松肌肉 放松脚 放松脚 刚才有方法 吸入的时候 大口吸 放松的时候 放松了身体 所有的手 放松脚 再多一次 深呼吸 另外一边 双脚过来 放松 面向双方向 深呼吸 放松的运动 应该很轻松 应该很舒服 好像在这边 我又不觉得很紧 所以有时候左右 视乎你的肌肉 哪边更紧 可能我刚才左边 会比这边更紧 都可以的 如果有时间 我会做多一次 让我更紧 让它更紧 让它放松 多一点 流伸呼吸 好 通常我都会做 这几个左右的拉筋活动 如果你整天都在床上 真的没有什么 怎么动 我便建议 想做自己 好像哭的BB 要换尿片 便会扭手 像手 又踩单车 腿又踩单车 如果你家里没有人 你今天觉得心情很愚满 也可以哭出来 或者叫出来 好 深呼吸 一边移 一边移 现在我移动 一边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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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满方向 好 深呼吸 手脚 可以夸张一点 这个也是挺大运动量 虽然有一张床 好 3 2 1 好 放松了 好 现在我的脚累了 我双手打开 好 双手过来抱住自己 你可以拍拍自己 好 打开 好 另外一边 现在我左手在上面 打开 下一次 右手在上面 顺便比较少时间 自己刚才那个 好像Crying Baby 那样的动作 也会令你出汗 有可能 好 好了 好 那我们 滚过来 滚过来 这边 这样 那样 那样你就可以坐起床 不是坐起床 即是 手握在床上 那样我做少少的traction 那样你手握的力 和你的肚腩 和盘骨 和脚在床上 那样我手握这个位 我会轻轻把自己向 向这个方向 给一点点力 很少很少 那我就慢慢地做 那手握 推个力 拉自己 身向这边 小小力 小小力 不需要整个人向前傾 不需要的 但你会感觉到 有点点的扯力 在扯着你的身体向这边 但人都没动 但我现在感觉到 这里有点点拉近了 好吗 那现在呢 其实就是靠自己 给一点点力 让你的脊椎 有点点力 拉开自己 这样在骨头和骨头中间 在脊椎那里 就会多一点空间 空间 给你的盆骨 给你的脊椎 好了 那你继续hold 深呼吸 放松 然后 保持住 继续的力 好 3 2 1 好了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你累了 你也可以躺在这里 那我们呢 踢脚了 这样 呼吸 好 深呼吸 好 好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停在这里了 那这个呢 如果你们今天呢 就是懒人玩 但是呢 又想动一下动一点 但又不够力动很多呢 那你可以跟着我做一次 好 拜拜